到夕到处25天 那么有关于连胜文 涉嫌炒股案 在今天好像看到 有一个终于有消息了 在这里看到了 这个连胜文是炒股案 北检表示 等证交所给答案 其实呢 我们看到他表示 这个三月中旬 就已经分案调查到现在 三月中旬分案的 对对对 扣姐是三月初 扣姐什么时候去告的 三月三号 所以还蛮有效力的 三月中旬分案 可是分案之后 他们就没有进行任何的动作 我看到很多记者也告诉我 说他们去 因为中间这个检察官 曾经被调走过 然后又把这个案子 送给另外一个检察官 所以他们讲的讲法 这个曲曲折折 也没有讲清楚 那只是因为 现在压力大的 这个台北地检署 我认为他因为办 那个魏英聪那个案子 办的这个莫名其妙 11月 那好像去年11月7号 这个交保了魏英聪 一直到今年10月21号 才把他起诉 而且一起诉发觉 他是一个大坏蛋 大罪犯 还要求刑15年 还搞一个酒吧 毒害台湾的这个 全体人民的一个专案 所以就地检署的这个 基本的公信力 跟他的声誉 跟他的形象 跟他的办案功能 确实受到影响 他才有所回应 那这个回应很奇怪 你检察官办应该是检察官 自己去找资料吧 那怎么会是这个 叫证交所一个公文 叫证交所来提供 好 那证交所要提供 这个国民党跟民营党 是一样坏 我记得那个时候 2004年的时候 这个报纸上面 头条都报道说 吴淑珍涉及内线交易案 包括用他女儿的名字等等 那吴乃仁那个时候 是这个证交所的相关的吧 那个时候应该是董事长 然后这个他太太 还是在另外一个 相关的单位 所以他们就也不给资料 记不记得这个国民党的委员 拼命追啊 拼命追 然后这个吴乃仁就守在那边 不肯动 后来呢 吴淑珍的案子 就没有办法查嘛 这个也就不了了之 那陈水扁总统也在 2004年连任了 那所以这个证交所 反而变成了一个 政治斗争的工具 可是我觉得比较难过 而且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是 马英九总统的团队 基本上是比较依法行政的 而且马英九总统 他自己以法治纪律为上 这个李树德 他做证交所的董事长 从去年的2月25号上任 到现在也一年半的时间了 3月下旬 就算是4月上旬 这个地检署检查官 要求证交所提供资料 都已经456789 都已经半年了 你用人走路都可以走到了 这个词料何况是电脑查 那但是我们的这个地检署 其实也是一个托词 可是我今天要很不客气的 指责这个李树德 李树德 他就是做大这个黑心味家的 一个关键人物 我们在节目讲过很多次了 他这个官方的中华开发的 19.5%的那个股份 在2009年 他从7月到9月这段时间 就帮助了威胁了 这个按照这个玉珍的讲法 就是孤仲淫有案在身 然后财政部就威胁他 在低档的时候 把他卖出来 卖给了这个魏家 李树德是第一大工程 当然李树德上面还有头头 因为他那个时候 是做财政部长 那上面的头头呢 就是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 吴敦一后来马上调过来 做行政院长 是2009年9月10号 做行政院长 那还有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 詹春博等等 反正这些人都是他们 一个很大的范的这个马团队 那李树德帮助这个之后呢 他又协助了他 把其他的股权买进来 就变成37%最大的民股 那最不可思议的是呢 这些家伙在2012年的时候 还帮助他做大 就是李树德跟曾明宗 曾明宗是财政部的次长 在这个魏英娇他2012年 他想要争取做董事长不成 那宋文奇不是被陈冲派过来 做这个英零营董事长的时候 那曾明宗说他接过 张胜和说接过电话抗议啊 对不对 政府啊 那是后来2012说是谁啊 是李树德啊 所以他派了曾明宗去协调 然后呢 这个魏英娇才不甘心 不情愿的时候 我用副董事长兼执行长 这个位置来掌控101 你知道魏家之所以做的 跟他拥有101这个大门 是有关系的 101是魏家在两岸的门神 那是真的门神 政商关系的门神 这个而且是他后来 也做大赚钱的门神 他买了101 用康斯福TDR这个发行 那康斯福TDR发行 我们也讲过了 他发行的时候应该是 你收来的钱应该怎么做 证交所都应该有这个规定的 结果你乱搞 把他拿去做这个 买这个101的关股的 这个交割用款 这些东西 你李树德不要负责任吗 李树德还是这个台北银行 跟这个富邦合并的时候 马英九手下的 非常争议的人物 结果现在发现 我这奇怪 怎么搞的地检署一直不动 原来是证交所的这个董事长李树德 李树德先生 你是要做门神护航这个连胜文 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政治任务 马英九总统 你可以容许你的超级马核心 这个李树德是超级马核心 马团队马这个爱将 马英九总统 你跑得了这个和尚跑不了庙 这个事情难道不需要马上来处理吗 这个马团队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倒台 一个一个的这样子被人家抓出来 揪出来来这个询问 或者说现在是被地检署的检察官 扔出这个名字 那马英九也不动如山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 李树德他也相应不理 厉害了这些人 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讲 证交所现在变成 也是变成证交所 不过证券交易变成政治交易 有点变成这样难测 你们也监督不周 我也不是财政委员 你不要找别人 你不能够容许他这样子 这么久 我没有容许 从后到后我是在去年的 在2013年的7月 7月就已经提出那样子 如果让101让这个卫嘉拿走 我那时候就提出有新闻报道 我觉得其实简单讲 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尤其是37%对44% 为什么那个时候卫嘉能取得37% 我觉得其实是值得思考的 然后卫嘉取得37%之后 还有人要怂恿这个财政部今晚会RTC 这个金融重建经营 把当初扣到了15%的部分要卖给这个卫嘉 让卫嘉能够实质过半 都是国民党的财政委员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反对 我觉得国民党其实有几位 像罗书磊 赖斯堡那个时候他是反对的 不过在国民党 但那个时候媒体就看出 执政党委员分裂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到底 这个所谓的大家讲说门神是什么 那这个101为什么能够做大 尤其37%就算先不要撇开那个15% 因为毕竟最后没有卖嘛 那37%能够以副董事长 接监这个执行长 那我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 那44%在干什么 睡着了是不是 宋文旗大家不是讲说首途有则 关谷派了你这个44派的董事长 你居然眼睁睁的 让着自己的大权旁落 然后就像小媳妇叫 那因为关谷里面有人在当两面人 关谷有人像这一期的周刊网 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顶星薇嘉的事情 发展到现在了 竟然还有国民党的立委 常常上电视节目的 常常上电视节目的国民党立委 接到压力 就是说希望能够对薇嘉高台贵手 那所以类似像 就是说到底向真名忠内通电话 是不是真的发挥那么大的功能 然后让魏英娇愿意说 把副董事长跟总经理交出来 其实我觉得从刚刚扣姐所提到 比如说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 金卫跟乔山这个三月份 对连胜文提出告诉了这个案子 还有意态 这几个案子竟然躺到现在 我们才发现说 我们的这个马团队里头 有很多人其实他的政商关系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这个复杂包括说 可能他们有很多的裙带关系是 跟连战 跟江炳坤 跟徐立德 这些都是紧紧相扣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从TDR的资料 已经都看得很清楚的 这群人都是利益共同体 那可是你看到像现在 比如说李树德好了 李树德就是除了这个当时的这个 逼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逼顾仲营 去卖出这19%的这个股份 给这个魏加之外 台新你知道台新他后来 也把他的股权卖出去了 台新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配合政府政策 你配合政策台新当然有 你是政府有这个政策 对 不是台新当然有痛处 你说顾仲营是一个 这个金鼎的案子有痛处对不对 台新他最大的痛处是什么 他希望你财政部支持我 把张颖的问题解决嘛 对不对 你就抓住人家的痛处 然后呢叫人家一个一个 把这些股权放出来给魏加 那结果到现在 我们都已经讲那么清楚了 从顶固顶和这些 都已经是该查扣了 你财政部你还在那边放水 说什么 说呢这个希望他们退出 然后呢这个要能够这个转手 我们现在还可以忍受 这个魏加把这37%的股权转手 然后落袋为安 说本来13块买的 现在涨到42块了 所以可以赚几十亿 大家现在可以忍受他这样子 连这个钱都让他落袋为安吗 这本来就要假扣押的 简短的做一个比较 非常简短的做一个比较 大家看一看 这是耳心油的事情 收水油的事情 五个地检署争先恐后的办 还有劳动高检署出来协调 你办这个部分 你办这个部分 可是扣减 去检举的 去举发的 告发的 结果到现在的简短关 到底办到哪里 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 那你说 就扣一个说 郑家署不给资料 你可不可以搜索啊 你可不可以搜索啊 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高下立判 如果我们骂一骂李树德 你有良心 然后你有这个廉耻的话 你赶快 就今天就可以直接送地检署去 那资料都是完整的 我们媒体讨论过很多次了 疫态的起伏 连胜文站台之后的骨架反应 那个资料我们都已经够清楚 光节目的手版 就不知道做到多少 其实这民众是非常清楚 这个情况的啦 但我要讲的是马英九的这个团队 你从他爆发事情之后 一直到现在门神啊 门童啊 什么藏镜人啊 这个一大堆啊 包括什么生喉咙啊 这个啊等等 可是马总统 他都故意把这件事情 假装没听到 他就把这个当成是只有黑心油的事件 其他的政伤丑闻勾结的问题 都假装没看到 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撇清 你就知道问题多严重了 那刚才这个韦哲讲到去年的时候 国民党的委员在这个5月1号 对不对 在财政委员会 逼迫财政部把RTC就重建 金融重建基金的15%的股份 要把它让给这个魏家的 顶薪魏家的时候 有一位国民党的委员是说 你们财政部曾经承诺魏家 这魏家说财政部在我收购的时候 曾经承诺要把金融重建基金的15%的 那是我们全民血汗钱 从中联信托那里买来的 这个15的股份 说要让给这个魏家的 那是谁承诺的 你这个李树德不需要说清楚吗 我到现在都还是对马英九总统 本人对这件事情视而不见 然后他旁边的跟金融界关系非常好的 一天到晚跟金融界的人 吃饭的副总统吴敦毅 也假装没看到 再加上外围的这些人 都觉得事不相干的这些态度 觉得不可思议到极点 除非你们真的手上有把柄在魏家 而且在魏家带走的飞机上面 现在正放在北京或是上海 当成炸弹地雷来威胁你们 好 我们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